美国国会通过总统拜登提名白欣斯 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参议院以75票对18票通过白欣斯的任命 65岁的白欣斯是资深外交官 曾经担任美国驻北约和希腊大使 他早前在提名听证会 批评北京对台湾和印太地区的挑衅行为 又对中方发展5G科技的意图感到怀疑 他认为美国在两国关系仍然有优势 美国驻华大使一职至去年10月1成月后